给你一百万,但是会导致一个人消失,你愿意吗? 房租交了没啊? 你还说呢,上次给我的买菜钱都用完了 这么快,你买的啥啊? 你以为呢,家庭主妇这么好当啊? 钱也不好赚啊 你去开门 你是,你不用知道,但是我接下来说的你肯定感兴趣 又是推销的,没钱,你请回吧 我会给你们一百万,先生,你在这开玩笑呢 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? 确实,这会有一个代价 什么代价,会随其消失一个人,可能是陌生人,也有可能是你老婆 你这说的什么啊? 不着急,我留下电话,期待再次见面 怎么这家店这么贵? 都让你别试试家了 你说,老公,我们要不要试试那个? 你还真信了啊? 反正,试试也不会怎么样吧 现在打电话给他吗? 赶紧的吧 我带了一百万,同时我也使一个人消失了 真的吗?我们今晚要去吃一顿好的 看来那个人是陌生人了 期待下次见面哦 老公,我们今天去哪吃? 听说有一家五星级酒店牛排不错 你好,我们怀疑你们涉嫌犯罪 请跟我们走一趟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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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